好,这场病毒灾疫情呢,不仅彻底了改变民众的生活 流传千年以酒为媒介,寄祖林精神的原住民记忆文化 在防疫不群聚的规定之下呢,改以网络串联方式与祖林对话 那么部落头目都纷纷的表示,疫情非常时期 虽然做了微服的调整,但是敬天祭祖的精神不会改变 透过网络电脑、手机的连结串联起散在各地的部落头目门 大家齐心合一,祈求祖林天神驱除病毒 并在封冰箱南北两端划设结界,把恶灵病魔阻挡在外 是不太建议说祖人回来去跳封银器之类 但我们实施这个祈福仪式,就是说为了驱赶疫情 而不至于说让大家说有一个平安的心 这一场病毒疫情让流传千年,已久为媒介 祭祖林敬天神的原住民祭祢仪式 在疫情期间不群聚的限制下 改以网络串联头目族人与祖林对话 祭天敬祖,部落年轻一辈也很肯定 那我们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才用这种方式嘛 当然啦,我们也是这样希望是说年轻人更了解我们自己的那个文化 我们就是现在用这种方式来去弃除那些病菌什么之类的 不要让它复生在我们身上 既于只是形式,最主要的还是新陈泽灵,转换成灵力力量 而头一次借着现代网络科技向祖林天神祭祀祈福 各部落头目其实绝大多数都不排斥 并表示疫情非常时期,虽作微不调整 但敬天祭祖的精神不会改变 为什么我这样把今天用那个祈福这个疫情呢 因为我看那个全世界就哇,很可怜 很可怜,所以大家全世界跟我们这个华联分兵祈福 比安是这样的,这个都没关系啊 没关系,时代不懂 传统文化与时俱进 这一场病毒疫情不仅冲击着部落族人的身体健康 似乎也改变了台湾原住民部落社会生活传统记忆样态 部落头目说这只是短时间内的调整 传统核心文化精神永远根深蒂固 记者是玉兰 风斌采访报道